一岁的时候 有一个人爸爸妈妈给他请了一个算命的 一个非常很好玩的一句话 一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给他请了个算命的 算命的人说他呢 长大之后啊 哎呀前途无量啊 风光无限啊 到哪里啊都有一群人跟着你啊 而且你在人群当中是一个焦点 非常有领导能力 经常出入五星级酒店 现在回想这个人说还真准啊 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导游啊 本来呢我要叫大家把这句对联呢 要写出来给大家看的 但是呢忘了来不及忘了 我这个只能跟大家讲 上连呢叫弱 弱就是假弱的弱 弱不撇开终是苦 弱啊 你们大家知道一个弱是的弱吗 弱如果你不把它撇出来啊 就是个苦字 对不对啊 弱不撇开终是苦 各自啊 各每个人各自纳住 那就安纳 安耐的耐啊 就是安耐住 安耐不住 那个烈火啊 这个提手边旁边的耐 安住 但是我查了那个拼音呢 是纳住 基层明 你们看到啊 各自的各 人各自的各 对不对啊 如果你自私 你变成这个撇 纳住 纳出来了 你就变成每个人自己了 如果你这个字不撇出来的话 你这个人就有名了 不撇出来就有名了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说一个苦一个名 就是一撇一纳就是一个人字 一撇一纳就是个人 对不对啊 所以水呢 没有两点难接兵 水啊 如果没有两点难接兵 一撇一纳才是个人 人字有两笔 一笔写的是得到 一笔写的是失去 人生在世没有永远的得到 也不会永远的失去 所以得失总是相伴而行 你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所以得失之间不要计较 要学会放下 因为一撇不能成为一个人的 一笔写过去 一笔写未来 一个人字一笔是 这个是过去 一笔是未来 仿佛就在一眨眼当中 人生已经过半了 前面是向往的未来 回首是昨天的记忆 而今天就在你的脚下 昨天你回不去 明天依然未知 唯一能把握的 就是我们的今天 所以人生这个人字两笔 一笔写快乐 一笔写忧愁 所以一笔写自己 一笔写伴侣 所以要懂得 帮助别人 温暖他人 要做有缘分的事情 感情要被珍惜 不容易 我们人生 一笔就是顺境 一笔就是逆境 一笔写的朋友 一笔写的也是朋友 因为人生难得有好朋友 人生难得也有对手的朋友 有时候对手才是最了解你的那个人 不要抱怨对手的强大 因为只有强大的对手 才能使你更懂得精进和努力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公司的一个博士生 特别厉害 他过去一直跟对方一个博士 有过争论论文 那么这个人的确比他好一点 有时候又比他差一点 他一直跟他 大家对雷 经常打雷台一样 结果对方的一个博士过世了 他的徒弟 这个博士的徒弟就跟他说了 他说 老师 这下好了 对方死了 你以后再没有对手了 结果这个博士就说了一句话 这叫苦了 因为我们的水平 就永远在这个地方上不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精进努力学佛 好好地放下自己的人间的一些称念 好好地去跟别人交流 从别人身上 你可以学到很多 你自己没有的东西 在2018年7月4号 河北 廊坊 廊坊市 一个幼儿园 发放学的时候 六岁的儿童叫小王 三岁的叫小杨 他们在 两个在幼儿园里玩 一个三岁 一个六岁 比他大三岁 这个时候呢 小杨的父亲呢 三十六岁 只有三岁 杨某了 看到他自己的儿子 三岁的儿子呢 跟那个六岁的儿子小王 在两个人在 哎呀 追逐在打闹小孩子 突然之间呢 他的儿子三岁 小孩子被那个六岁的打倒了 这个父亲啊 冲上去 掐住那个六岁孩子 小王的脖子 将他拎起之后 重摔 摔在地板上 使这个男童背部外伤 胸椎压缩性骨折 送医院去抢救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能冲动 人冲动是魔 在繁殖在世间的知识啊 我们有时候要撇开一些利益 执着 你就不会痛苦了 有时候并不是你做的事情 看方寸之间 我们要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你才是拥有人生的大智慧啊